我是黎金段,我住在174,我在红帽桥,从小就在这个甘邦了,以前我住的地方就是这块菜园,我就从这里长大了,年轻的时候坏习惯,跟那个朋友玩过火了, 导致我静静住宿,在建里,二三十年,从来没有回改过,讲是改,但是我还没有改,我照完,因为没有去其他的医院了,所以偷偷了,带个假面具,看到我的时候,他也很惊讶,为什么我收到皮包骨,整身都没有肉,他就介绍我去建里员了, 帮助我,你有什么要求,你跟他讲,他能帮助,他马上一只锅帮你做,他特地给我六个月的时间,花在这里,所以我慢慢开始了,每天继续了,早上六点,六点处我就到这里了,五天里面,开始的时候,因为我又不会种菜,又不认识吃, 所以我就想办法,我的经历就让,不认识吃这个人,可以慢慢去弄给他,完整,整排给他漂亮一点,我每天就是转松, 当我这一次出来的时候,医院帮助我,可以给我重新开始,他们也信任我,所以我就要,封信给他们看,他没有等,也没有让你希望,他也这样信任我,所以我踏出第一步,就是要让他看,感觉到他,他看到我,整个人不一样, 所以,你让他知道,我会感到他,是因为他,协助我,因为我从来没有,要求NB他们帮助我,所以我珍惜这条道路,所以我,虽然六十一岁了,但是,我会珍惜医院给我了,我能做的,我就知道,每天过着平静的日子, 有分问题 dressed,没有准备。